这世上有种人,生来就不平凡,三岁学住建,五岁习建,六岁已展露头角,七岁离家到处拜师学建,然而真正的名师岂是能轻易见到,众人所知的建师却是没有一个能教他一个月。 终于八岁数十次判出师门,落魄荒野,过着如毛淫血的生活,以自然为师,及鸟兽走资,自创身法,步法,剑法。 历史五年终于自荒山野岭之中走出,执三尺清风挑战天下五人,百战而百胜,为青年剑客的翘楚。 十六岁挑战一代武学宗师,剑魔孤独拜天,终于尝平生第一次拜祭。 十七岁回首生平所知武学,耐创灭魔心经,于山洞中观仓竹而悟,柳絮随风身法。 凭此祭再次挑战剑魔孤独拜天,终于继而拜之,江湖自好封神,挤身江湖顶尖高手之列。 其后五年,击败老一位高手无数,直至再无敌手。 默默江湖独一人处高峰,迷敌手而不可得。 无奈之下,乃以己为敌,其左右互拨之术,三年有成,得此其术,武功再上一层楼。 其后三年,终于不再用剑,一草一木即可为剑。 其后二年,忠望平生武学,至此才真正踏入武学殿堂之中。 年或三十,以剑会天下舞者,莫有敢言败者。 三十三岁,破碎虚空,白日飞生,独留一册灭魔心经,与柳絮随风身法,以留有缘人。 不料,自己破碎虚空之后,遗留武学,引起长达三十年的江湖大杀戮。 武林战史,剑神,风云无际传,百一小生之笔。 如果白日飞生便是武学的终点,那么我已经站在这个终点之上。 然而当我踏足武学的顶峰,我才发现,一切才刚刚开始。 魔戒,血族,天使族,人族,四族邻里的浩瀚宇宙世界,在第一次神魔之战后,人类战败。 在太古签订耻辱的太古协议,人类开始了苟延残喘的屈辱政策,默默地修养生息。 无数亿年后,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类高手飞升上来,望着苍凉的太古大地,望着残败的山河,他发出一声怒吼。 浩大的第二次神魔之战,便在这名人类的怒吼声中慢慢地拉开了画卷。 人类注定胜利,这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战争。